今年9月24日,吴京通过社交平台和粉丝,们分享了谢南顺利生下了二胎,她再度升级当爸爸的喜讯。 此后,谢南便经常在社交平台和粉丝,们分享棒棒糖和无所谓的动态,将一个二胎母亲的幸福和喜悦展露无遗。 谢南分享无所谓和棒棒糖的有趣互动,按照传统习俗来讲,孕妇生孩子过后,会有一个月的坐月子时间,来进行修养恢复元气,在有的地方习服甚至是产后一颗月不出门。 而近一段时间以来,谢南分享的照片,基本上都是室内的场景,看来她也是严格的在条理恢复之中呢。 在11月2日晚,谢南通过社交平台,晒出了一段带无所谓外出游玩的视频,视频中,正在骑车玩耍的无所谓,突然停了下来,而后很专心之志,得抹起了润唇膏。 儿子一副认真脸的状态,也是惹来谢南忍不住调侃,今天也是一枚精致的无所谓。 对于二胎家庭来说,很多人都说是有懒儿宝之后很容易冷落大宝,看谢南这样的举动,她对两个孩子的爱,无疑是很雨露均沾呢。 其实,按照日子推算的话,今天11月2日谢南也才刚出月子没几天呢,谢南分享如何平衡二胎后两个孩子的关系,关于如何平衡二胎后孩子们之间的关系。 谢南此情已经分享过,她会在情感上充分照顾孩子的感受。 当时,谢南还举了一个邓超家,一个让她印象深刻的例子,在小花妹妹白韵燕的时候,等等哥哥,盛装出场还被龙舟介绍了一番,而这样一个很仪式感的举动,很是体现了孙利一家很在乎老大感受。 见闲思奇,看如今孙利一家和和美美的状态,谢南刚出月子,没多久便在无所谓出门游玩,这样雨露均沾的举动,相信也会让无所谓感受到浓浓的关爱,未曾经弟弟的到来而有所缺少吧。 有网友称在谢南辞去,真的是心思细腻的母亲啊。